今天有一件大事件 還登上了微博熱搜 我們先來看一下被分手 Oh my God 微博熱搜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條 中國跟宏都拉斯建交 然後第四條 宏都拉斯宣布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 你們知道嗎 我們跟宏都拉斯建交多久時間 82年耶 這麼長的時間說斷就斷 難道千錯萬錯 都是中共的錯嗎 外交部這樣子要不要負責呢 我們的外交部到底 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斷交部 宏都拉斯到底發生什麼事 來 今天告訴大家 就在今天早上8點鐘 很多人還在睡夢當中 宏都拉斯就宣布了跟我們斷交 早上8點鐘 一個禮拜六早上8點 這表示他們已經想很久了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公佈出來 為什麼呢 跟馬英九有關嗎 好 等一下我們會來討論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新聞 我們說吳釗燮成為外交部長之後呢 這已經是成為斷交部 第七個斷交的邦交國 那吳釗燮在記者會上呢 就被追問啊 這個是不是跟美方無力互盤有關係 他覺得是裝傻聽不懂 那麼針對記者的提問呢 斷交前呢 是否有跟美方溝通等等的 吳釗燮居然回說 不然你去問美國啊 那請問要你這個外交部長幹嘛 我們先來看這則新聞 外交部大廳已經不見洪都拉斯的國旗 洪都拉斯宣告斷交 中華民國邦交國再簡易 我剛剛說一個來一個一個一個來 結果你問了兩個 你要我回答哪一個 一臉不耐煩還反向記者問題要一個一個問 但是終究得面臨這個結果 台灣時間二十六號早上八點 洪都拉斯透過官方推特 搶先台灣一個小時宣布斷交 聲明中更承認一個中國 同意不再與台灣建立任何官方關係或往來 外交部則是八點三十二分宣布 將召開記者會九點半正式宣布 與洪都拉斯斷交 我國駐洪大使也早在二十三號 就被召回顯然斷交 早晨定局 連問題都還沒問完 吳釗燮就撇嘴猛甩頭 到底是裝傻還是不想聽 美國是不是已經無力護盤 甚至還要記者自己去問 蔡政府執政時期失去九個邦交國 光在吳釗燮任內就斷了七個 被犧牲是短交部長 吳釗燮發下豪語說會負責 但是位置還是做得穩穩的 有關於我個人政治的責任的問題 我相信跟我相處過的 我的長官 我的同仁 都知道我認真和負責的態度 有任何的責任的話 我絕對不會迴避 跟這個立陶宛發展一個非官方的關係 把價碼炒到十二億美金 這個完全是自己人為操作的錯誤 斷交斷到現在還不願意辭職的 這種政治賭徒 才在真正為壞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 所以在這邊鄭重的呼籲 吳釗燮你下台吧 由於立在記者會上耍嘴皮子 但面對接連失去的友邦 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該不該負起政治責任下台 吳釗燮自己最清楚 記者彭穎德 蔡品紅 台北總共報導 好 也就是說從早上八點半開始 我們的邦交國已經剩下十三國了 董哥你怎麼看呢 其實宏都拉是斷交 好幾年前就已經有風聲了 只是當時候好像說 美國把它穩下來 那麼現在這個狀況什麼意思呢 美國穩不住了嗎 現在難道是全世界的以美論開始 很多的國家也不想要 朝美國靠攏了嗎 董哥你怎麼看 去年的一月二十七 洪杜拉斯的總統就職 美國派出副總統賀錦麗 那我們中華民國派出了賴清德 兩個副總統到現場 媒體就報導 兩個副總統有寒先 然後賀錦麗告訴洪杜拉斯 台灣的綁交非常重要 然後美國也發布聲明說 這個綁交非常穩固 絕對沒有問題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去年的一月二十七號為什麼 因為前年的十二月 寧加拉瓜跟我們斷交了 這中美洲的骨牌就一張一張 從蔡英文最早的時候 巴拉馬這樣 整個下來 過去美國用門柔主義打造的 整個1823年的門柔主義打造的 鞏固的美洲 其實後花人一個一個的垮台 那美國這一次也發現洪杜拉斯 因為他先前在推特發布了 總統發布了 卡斯斯吳發布了 說我們 我已經叫外交部長準備了 跟中華民國斷交 美國總統派特使叫陶斯 趕快趕進那裡 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對 因為全世界 美國也不給力了 全世界不只以美 而且全世界都在反美 那大家可以看清楚 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個潮流 那我們呢 我們政府其實 很早就知道這個會斷交不可 所以他們準備了很多材料 開始講 這個人不好 這就像藍女朋友 兩個 那個渣男就開始講 這個女生都不好 都怎麼樣 分手就公佈你都醜陋都怎麼樣 然後 我們公佈了 好幾份 包括今天下午 王定宇都在公佈 拿出一個公文出來說 哇你看他建水庫要多少錢 我們要幫他付 他們欠國際的債有多少錢 就哇講得猴天猴現 那其實這個報紙三四天 連就寫夠了 為什麼會寫夠 因為外交部早早就 餵給記者這些資料 說這個人準備要跟我斷交 所以他其實本來就很不好 他獅子大開口 他不是好人 那我們其實看到這一幕 真是亞蘭失效 為什麼亞蘭失效了 因為連我的朋友 藝人洪杜拉斯都發文 大家都發文 然後他說 對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靠山三會倒 靠宿四會倒 靠自己想後最好 所以我們要共勉之 當然也可以大家來趁機來 來調校一番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兩個國家斷交其實是非常嚴肅的 為什麼剛剛講 整個美洲這樣一片接一片 我們現在最大的邦交國大概 就在加勒比海 那些島國 比我的故鄉 小金門的人口還少了這一堆 那我們就沾沾自喜 所以吳釗介講什麼 吳釗介說 他們要那麼多錢我不能給 真好笑 去年立陶宛跟我們沒邦交 隨便喊幾句口號 我們就給他12億 那洪杜拉斯跟我們有邦交 他認為說我跟你有邦交 我要24億有什麼不對 那你怎麼可以不給 當然 那你今天給錢要去拉攏一些人 其實就是你的常態 所以蔡英文說 我不要金錢外交 你就在搞金錢外交 如果不是搞金錢外交 那我請問一下 有個國家 叫聖克里斯多福 尼維斯 我們幹嘛給他5000萬 去蓋一個養雞場 是不是 台灣都沒有蛋了 我們在加勒比亞一個島國 然後幫他開一個養雞場 那你在幹嘛 那你要不要派 支持民進黨的養雞大王 黃坤如去當大使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你一直講我不要金錢外交 可是你一直在搞這一套 那只是這一次 可能有其他諸多的因素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了 整個國民黨 很多人其實是很努力 包括馬航九 包括馬航九 就是說我們要延緩兩岸的關係 它期間當然跟兩岸的關係 有非常大的 的那個因素 可是民進黨不做這一塊 我們的外交人員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 他們其實非常辛苦 他們在當地 有時候感染內疾啊 或得到怎麼樣的病都有 但是他們這麼辛苦 外交的高層 包括蔡英文這些人在搞什麼 因為你就是走台獨路線 你一直去搞這些嘛 那你弄到最後兩岸不安的話 他很多不可測的因素就出現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其實洪都拉斯下面大家 早早因為這個禮拜 經過民進黨一再的洗腦 說他跟我們斷交了 他要錢 然後一直這樣 其實國人大概心裡有個底了 那接下來大家就想了 那巴拉圭下來怎麼辦 現在每個人都在談巴拉圭啊 巴拉圭總統下個要改選啊 對不對 那巴拉圭最近外交部長來 我們又說一定很堅強 其實大家都不太相信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整個 從像過去我們非洲有邦交國 非洲現在只剩下一個 一個國王在當總統的 那現在整個藍美洲 你現在也是這樣啊 接下來我們真的邦交國 只剩下哪裡 太平洋的島國跟加勒比亞的島國 真的就是啊最多都一個范蒂岡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 這樣邦交國一個一個的離開我們 結果無刀謝任內斷交七個國家 今天態度好強硬喔 你去問美國啊 就很不耐煩 而且也不願意回答 對記者也有點羞辱性的 反問回氣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他們在搞外交 他們只是把我們的處境 弄得越來越狹窄 然後他們的外交 其實他也不認為斷交 對他們有什麼壞的影響 搞不好對選舉還有幫助 所以這是民進黨的想法 所以民進黨現在我們是蠻 你知道嗎 蠻親美的 然後現在美國也說了 我們歡迎啊 其他的國家來跟台灣啊 多多建交啊 交流合作啊 那美國你那麼多邦交國 你怎麼不介紹幾個邦交國 來跟我們一起建交呢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